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7日表示 住院的私人律师鲁迪·朱利安尼情况良好 没有发烧 现年76岁的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 在新冠检测中呈阳性 他是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的 一常列与白宫关系密切的人士中 患病的最新一个 特朗普是在向奥运会摔跤冠军 丹盖博颁发总统自由勋章 这一平民最高荣誉的仪式后 发表的上述言论 费来自新冠军了 费禁留人们的村宾 费来自新军兰 费力走 费力局 费贳费 费哎 费费费